走 走 咱家 今天演一场花不少钱吧 那个下个月我爸妈催我结婚 就是回家吃一顿饭 你看 要不把她介绍给我 或者给个亲友家什么单 是啊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女朋友 行了 小姜 别一样 我们不会嘲笑你的 按照你们的逻辑来讲呢 她既然没有钱请客吃饭 她是怎么有钱雇女朋友的 给你发票 谢谢 姑娘 我看你条件挺好的呀 干吗喜欢小姜啊 多好一姑娘 跟她占一块 一米七都变一米五 好 我说你别瞎劝啊 没准人家真的是一米五 为了咱们变成一米七 我们走 知道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吗 是AA制 这 这不还是请客气吗 AA制的基础不是为了省钱 是人人平等 相互尊重 是你们活了二十多年都没有学会的东西 我不在乎你们是怎么想我的 但是你们这么说她就是不行 你 走 什么情况 什么呀 了不起 妆什么呀 怎么回事啊 你看 平时见你这样的醉花 你真是好 就是 不是 她刚刚说她是她女朋友那一位 就是我那大客户 好 就是她 我手疼 你刚刚不是挺帅的吗 那么man 现在怎么了 就因为刚才发挥得太好了 现在我有点稳不住 今天谢谢你能来帮我 不谢啊 你刚刚很帅 这话虽这么说 但大家毕竟同学一场 你说我要不要改天请他们吃个饭 顺便给他们道个歉 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刚都那样了还道什么歉啊 你怎么比我还神奇啊 你怎么这么好欺负啊 其实我已经习惯他们这样了 但我不习惯 是吧 元代亨远的时候也是 别人都可以演王子和士兵 只是让我演白雪公主吧 我演过王子 虽然外表的困扰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但是并不烦恨我们成为各个人 好好的人呀 这样就好 只要能满足她的愿望就好 我就能多补偿她一点了 老板 昨天谢谢你啊 没想到你虽然嘴上说不在意 但其实心里还是挺重视我的嘛 不要谢我 把账结一下就行了 一共是五千二百八 分析到你未来的三年 你一个月付出工资 一百四十六百六十六 这 什么意思啊 昨天那一套是付费的 那不是你主动帮我安排的吗 是 是我主动给你安排的 但扬眉吐气的人是谁 我 饭是谁吃的 我 请的谁的同学 我 好处都让你赚了 你不给钱谁给钱 那你知道我昨天有多丢脸吗 你那么帅的出场 居然说什么人均不要超过二百二十八 后面还跟着三个感叹号 还说我像什么护手霜一样重要 怎么 现在就要问你的护手霜要钱吗 护手霜一天抹十次 也就两次游泳 其他的都只是心理作用 你也太会算计了吧 还说什么四年来风雨同舟 我看你这就是为了压榨我的价值 我现在真的有点搞不懂了 你昨天那一套是真的重视我 还只是为了让你自己心里舒服点 你在说什么 你对我好 不是真的喜欢我 拿我当亲密无间的伙 我还没人家 我还没人家 我可能想做这些事情 都对于是 你们家里多了 你这不想做的 疯狂你 我还不是 我那不是 谁家里的 我都心里值得 你能够想到我 我已经很心脉异足了 甭买钱 我真的想把你保向那笔费用 不是护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向我要钱呀 发票 你把发票给撕了 你为什么还要向我要钱呀 我还要努力